一心真肉法文是妙男思义的自證法文 他人有借方便的一時講的 向右那個右抓住了 朱行無常 什麼時候朱行無常 朱好無我 無我等於殺你也是無我 朱好無我 你如果我殺你也沒有殺到你 這樣就等於是向別的人說他向右去 向男的人放到這樣 你也向右去 朱行無常 他就把袍到西邊去 一時方便權宜之說 你要注意 一時而說 我現在今天向各位介紹這幾段是這個自證法文 不是這方便 藉著那個方便權宜的這樣說法跟你講無常無我 這個都不是 能夠讓你啟發你本有的佛光 本有的佛智 佛的智慧 本有本來具足的功德 本有的自然智 也叫做無私智 沒有老師教你 沒有老師給你無私智 本來具有 因無所住的無所住的智慧 本來都有 就是我們發不出來 發不出毛病 就問題出在發不出來 自證法文是讓你能夠發不出來的這個問題 給你解決 解決的方法是叫你一個很殊勝的官惠 所以能夠有這個佛智 佛智的光才能起 把那個無名拿掉 非佛智的光出現 沒有辦法去除這個無名的那個污源 問題在這裡 所以把方便話語的全意識記的東西 你死抱住了 以為這個是你在修行 那是你是教相之學的 學問 搞學問的 所以有的時候 相右就變成應該像東 你就聽了這個 抓住這個語句 你到西去了 因為尊教相右啊 強調這一點是今天 我們這一次 以後有緣啊 我們再 大家想念到我們 我的力氣有夠了 人生多吃一吃 有夠力氣 我們再來 Anyway 就是希望各位今天介紹 非常絕妙 很殊勝的 不能隨便 給一般的人講的了 真正 會錯誤掉 我們本來就是佛嘛 製作法沒有啊 沒有那麼簡單 要多少的理智 做多少 很多無量的福德事 善心 柔心 平軟心 平德心 做多了 自己的意見很少 所以有慈悲 持忍力 那是真正正入無聲的人 才能有真正的持忍力 沒有真正正入無聲 那你是嘴巴講無聲 本來沒有聲 這幹什麼都好 哼 這糟糕了 或者是本來無聲嘛 所以我就 喔 就這樣 本來講沒有自信啊 你也沒有自信 她也沒有自信 沒有自信的東西 我要慈悲幹什麼 就很多人錯在這裡 真正的這個有智慧的慈悲 慈忍力 是你一定要得到無聲法文 無聲法文是什麼 是一心真如法文 一心真如法文是什麼 寧心見信 寧心 寧這個一心 不是潘元心 這個弄對了之後 大家不會走錯路 highlighted一心 安那些老闆